侦查中华職棒一次打假球 昨天約談九位球員 曹警惠 張志佳等人 會被立為被告 但配合調查已經被釋回 另外兩位遭身壓的 向對投手王靜立 吳寶賢 也在今天凌晨開示 檢報不排除 還有第二波約談行動 行政院發言人蘇俊斌今天表示 體委會將於11月3號 邀請相關部門 與四個棒球團 進行會商防堵機制 全台灣有2100萬台汽機車 但目前車牌號碼 將於民國101年用完 公路總值規劃 從民國100年起 全面喚發汽機車牌 由政府編列預算 分4年完成 民眾不必出錢 新車牌不帶輕薄 還做了防偽設計 民眾最機會的4這個號碼 不會出現 國民黨中常委 因為會選而重新選舉 今年內政部長江銀化表示 選爸爸已經規範 公職人員黨內初選不得會選 而為了約束不良選風 政打法草案 也將規範政黨主席 與黨制選舉不得會選 擔心國內房價炒過頭 央行總裁彭環南 和銀行龍頭進行會商 要求銀行嚴審貸款人條件 不要放還給房市投資客 同時表示 明年可能利率回穩 銀行殺地利率 可能會自行惡果 壽星階級買不起房子 投資客炒作房產 偏壤之別 政府房市政策 有哪些效果和隱憂 擔心資產貪污問題 銀行如何加強風險控管 台股今日大跌 各國晉級股市漲跌波動大 全球消費者 仍在等待景氣回溫的訊號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席林丹信聰 剛剛我們說房價可能會泡沫 其實這個問題 好幾年來 大家都說可能會泡沫 可能會泡沫 但是事實是 不但沒有泡沫 房價是越來越高 有人講說 臺灣最貴的這個豪宅地保 其實住最多的是費用 臺灣人其實一口氣 很有錢的一口氣 買了八九斤這個豪宅 但是他都不住在臺灣 不住在地堡裡面 都是讓庸人住在裡面 然後一般的壽星階級 恐怕辛苦一輩子只能買一瓶兩瓶 恐怕連一間廁所都買不到 大概就只能買一個馬桶的這個位置 當然所謂的房市會不會泡沫 究竟未來房市會怎麼變化 是大家很關心 可是今天所有人更關心的是 今天臺北股市一開盤就下錯了一百多點 然後中間一度可能跌到了所謂的大跌三百點左右 中場是跌了一百一十六點以七千 中場是大概是跌了一百一十六點左右 那大家在想說 為什麼今天臺北股市會重挫 兩個原因 一個是所謂的全球的一日股災 今天包括美國 歐洲 日本 以及其他國家的股市 都是跌得很慘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想說是不是央行 這個3A總裁 彭懷南總裁 他實在看不下去房價 因此他提出了三部政策 要來打擊這個所謂的房市的投機客 因此在今天所謂的這個營建股 是跌得非常慘 究竟我們要如何看待 包括黃金 包括房市 包括股市 包括匯市 這一陣子以來 都是暴起暴跌的情形 要如何趨吉避凶 能夠減少自己的災害 到底未來整個資產風險在哪裡 今天我們好好來談一下 包括股市房市 還有未來整個景氣的情形 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 臺大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 黃達葉 黃老師 信聰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世新財經系的助理教授 梁彥平 梁老師 信聰 各位觀眾大丸 理財規劃師 曲立凱 立凱兄 信聰好 各位觀眾大晚安 常常來上我們節目 政大地尊系的教授 張金兒 張老師 主任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張老師 其實今天央行也講說 本來媒體是有報導說 連央行的官員都看不下去 這幾年來 特別是馬總統任內 說聯合財團 建商來去烘台這個房市炒地皮 然後炒到說所有的一般民眾都不可能在台北市買房子 可是呢 央行今天重新再發了一個聲明說 央行官員沒有講這句話了 不過的確央行有一個政策出來說 希望包括關股銀行在內 大家不要再貸款給這些房市的投機客 也不要一直把利率壓得很低 因為很可能未來利率政策呢 會有所改變 你認為央行這樣的出手 到底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用 央行出手當然有道理啊 我想央行絕對不會無敵放肆吧 他找三家公股銀行吃飯來了解 或者來道德勸說這樣的講法 當然他不希望造成所謂恐慌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心情可以了解 其實央行在今年5月的時候 他其實在央行經紀報告裡面已經提出來 就是房價其實在現在情況下 有過熱的危機 他有下修的這個跡象 請大家要審慎的講法 只是那時候大家在一頭熱的情況下 其實不太在意央行的說法 那這一次央行的說法 的確會使得大家更省慎來看待 現在房市到底合不合理這件事情 我想大家剛剛昨天提到說 房市到底有沒有泡沫化 我記得我們去年當然已經看出 台北市的房市已經泡沫化的情況 那只是在剛開始的階段 這兩成多到三成的情況下 的確在去年的下半年開始有些下修 可是在今年的第二季之後 又漲得好快 這個資金行情全部過來了 那資金行情就來造成房市的上漲起來 那個道理的背後其實是有我們說了 其實兩個事情造成這次房市的支撐點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整個資金行情 當資金行情是造成看到大家覺得資金無去處 那覺得房市可能比較有它的抗跌性 所以大家覺得往這邊上去走 這是第一個所謂資金行情 另外一個就是資訊的扭曲 資訊扭曲看到現在情況下 這個資的資訊在說很多的訊息都是所謂M型住宅 特殊的產品 特殊的標的 特殊的產品 然後那些的特殊的個案 它把它擴大渲染 所謂豪宅效應 那事實上這些效應造成一般的住宅好像跟著水轉船高 這也就是香港看到很清楚的香港最近一個最高的房價 世界中最高的 結果使得一般的住宅都受到波及 連一般的中產階級都換不起房子甚至買不起房子 我想在過去其實20年前是無殼蝸牛 這個沒有房子的人所謂抗爭 現在其實中產階級要買房子要換房子的人他可能都買不起都換不起 那我覺得這個的壓力實際上是造成特別央行看到這個社會的不合理 所謂這樣的一個特別豪宅效應所造成的效果 我覺得這時候也看到市場上的確如果針對特殊的豪宅市場能夠有一些冷卻作用 能到市場上能夠有一些慢慢在使它不要再過度被炒作 那資金行情期也看到最近資金行情期也差不多到底了 再不會在資金再進來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市場的慢慢的反轉的態勢 我覺得是越來越清楚 那當然這裡面透過這一次的大家的一種感受 特別對金融機構他如果能夠感受到說 現在如果再多放到所謂不合理豪宅的房價 他將來資產縮水可能對他越嚴重 所以他應該保護自己的資產不要被縮水的情況下 我想這樣的所謂不管道德勸說也好 或者市場的呼籲也好 的確對大家有一個重新來檢討這一次政府 或者金融機構對這個事情要如何來面對的想法 我覺得是 張老師說實在我很想相信你的說法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這個節目大概兩年了 大概兩年前 其實這兩年來我們經常邀請你來上節目 你每次上節目都說大概很危險就是要反轉下來的 可是每一次就是還是再翻上去 我想你剛剛說資金行情大概快結束了 可是我們想說兩岸的MOU都還沒簽 ECFA也還沒真的討論 換句話說很多人想說都還沒簽都還沒討論的情形下資金行情就已經慢慢出現 更何況簽的不是所謂的大兜頭已在出現嗎 所以這時候他講說所謂的像是香港的例子 我們都看到這個很不合理 可是他是事實一直標一直標很不合理 大家起到要死 臭到要死 可是他還是一直標 臺灣會不會這樣 我們來看看究竟彭淮南這所謂的在昨天跟今天 有所謂的三部政策對於這樣子不合理 有沒有可能降溫 不過大家可能大概效果不大 我們來看看什麼叫三部 第一個叫不要再那麼大量的貸款給所謂的房市投機客 為什麼呢 你把這個房價炒得那麼高 就只有一小撮人得到利益 絕大部分的臺灣民眾根本買不起房子 問題是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太嚴重 但它是事實 事實好像也沒辦法逆轉 再來就是說不要一直在壓低利率 公股銀還有民間銀行都一直在搶說 我的利率比較低 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很多國家開始慢慢利率要調漲了 未來明年之後呢 利率如果上升的話 大家怎麼辦 還有說你如果要辦這個貸款給豪宅的這些 買豪宅的這些有錢人 不要只看說這間地保價值多少 你要看這一個人到底有沒有能力償還 否則到時候又是一大堆爛帳 這個到底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央行總裁 為什麼要出這麼重的手 而這麼重的手 是不是真的就能夠讓臺灣的房市回歸理性 臺北市的房價不斷往上飆 擔心國內房價可能漲過了頭 央行總裁彭懷南 在昨天邀請了台銀 土銀以及何庫三大龍頭的董事長 我下龍頭的检 我是下龍頭的